大家好,我是专注健康美食的幽公主 今天我们来用最简单少油的方式煎豆腐 煎出来的豆腐表皮金黄香脆,保留了浓郁的豆香 直接吃或者蘸一点简单的调味料就很美味 而且营养健康,不怕吃胖 好了,我们开始来做 煎的豆腐最好是选硬度比较高的老豆腐 这样就不怕煎碎,而且它的水分比较少,比较有嚼劲 包装食品,我建议大家都养成看成分和营养表的习惯 比如这个豆腐,每85克的热量为100大卡 包括了6克脂肪,12克蛋白质等等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含有很丰富的钙和铁等微量元素 了解了成分和营养,可以吃的心里有数 好,我们开始做 先把它切成大小和厚度均匀的方块 我们可以用厨房纸来轻微按压一下豆腐 吸掉它多余的水分 这样可以避免煎的时候爆油 也可以让它的口感更加干香 接下来我们先用大火把不粘锅烧热 然后关中火 在锅底喷上均匀的少量的油 或者可以放一小勺油 用厨房纸把油在锅底涂抹均匀 这样就避免了过量的油脂增加太多的热量 然后我们把豆腐平铺在锅底 因为这个豆腐本身是没有盐的 我们在它表面撒上少量的盐 煎的时候呢,偶尔拨动一下它们的位置 让它们受热更加均匀 大概中火煎4-5分钟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豆腐已经煎成这样很漂亮的金黄色了 然后我们可以选择性的在这一面也喷上一点点油 然后翻面继续煎 同样这一面也撒上少量的盐 拨动一下来让它受热均匀 这一面时间可以稍微短一些 大概2-3分钟就可以看到它煎好了 看到有些颜色煎得不够的地方 可以再翻面多煎一下 接下来就可以关火出锅了 这样简单煎好的豆腐 保留了它浓郁的原味豆香 因为水分比较少 它的口感是干香又嚼劲的 你可以直接吃 也可以简单弄点调味料 介绍两种我比较喜欢的调味 第一种是干叠 一大勺辣椒面加一小勺花椒面 麻辣好吃又不增加热量 第二种是酱料 一大勺酱油 一勺白水 一小勺蚝油 几滴香油 一小撮白胡椒粉 还有少量葱花 如果你喜欢吃辣呢 可以再加一点小米辣 搅拌均匀 这样站着吃呢也是非常美味的 如果你把豆腐呢 加上喜欢的蔬果 淋上这个酱汁 就是一盘简单的低卡减肥沙拉 豆腐比较高的蛋白质和脂反含量 饱腹感比较强 加上丰富低卡的蔬菜和少量的主食 营养健康热量也不高 适合减肥的朋友 最后大家喜欢的话不要忘了点赞哦 感谢你的观看 我是幽公主 关注我 让健康的饮食成就更好的你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